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有两面性 评价一个人 不能将人一棒子打死 要从多方面的去考虑 比如就像慈禧 一说到此人 大家想必都是咬牙切齿 如果不是这个老妖婆 清朝怎么会受如此的欺辱 这样的人注定是要遗臭万年的 事实也是如此 不过如果先略去慈禧阴暗的一面 他也是一个有文采的人 我们都知道 慈禧在清朝后期 总执掌朝政约47年的时间 这期间发生了影响中国百年历史的事 像是甲午中日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在甲午战争中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有人说 这是因为当时清政府 将本来用于打造军械的钱给调走 修饰了颐和云 以供慈禧过六十大寿 此言不假 不过当时把钱拿出修颐和云的 并不是慈禧本人 而是一个叫做爱新觉罗一轩的人 无论怎么说吧 北洋水师的负面 肯定是和慈禧离不开关系的 纵使国难当头 慈禧依旧尽情享乐 畏首畏尾 这也是慈禧被人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管说什么 中国近代以来饱受欺辱 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慈禧 如果不是他 事情或许也不会这么糟糕 对于慈禧的能力 我们众所周知 不过 我们也不能说慈禧没有一点的能力 慈禧很漂亮 因而得以进攻 受到咸丰的宠爱 除了漂亮 慈禧本人也会迎师作画 这给他加分不少 当他给咸丰生了儿子以后 咸丰对他更加宠爱 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那个时候的慈禧 无论如何看 也是比较顺眼的 不过在咸丰死后 他的真面目就显露了出来 这也是一道分水岭 慈禧虽然干了很多缺德事 但是他确实是一个比较孝顺的人 在他母亲六十岁大寿时 他在宫中无法前去 于是派了宦官 前去给母亲祝寿 在汽车豪华的礼品中 慈禧还写了一首诗 赠给母亲 世间爹妈情最真 泪血融入儿女深 但洁心立中为子 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首诗 前三句并不出名 但是我们来看第四句 那简直是人人都会念啊 恐怕谁也想不到 慈禧竟然 能写出如此绝佳的句子 一个杀人不眨眼 心狠手辣的慈禧 在某个方面 却是一个如此多愁善感的人 这样的转变 实在是让人很难想象